Leo聊世紀 天野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伯恩帝人對上立陶宛人 那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帝夫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伯恩帝人 伯恩帝人最大特色 可以在黑天時代就可以升級 封建時代的伐木技術跟農田技術 到了封建時代也可以升級 城堡時代的農田技術跟伐木技術 他這個所有的科技 都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去做一個升級 但是只限於經濟科技 所以伯恩帝人在農的時候 也算是非常強勢的文明 在團戰來說也是如此 伯恩帝人最大的一個 強勢的地方 是他這個騎兵單位 他這個馬上清裝騎兵 有這個一拳超人的效果 打地下的時候傷害特別高 那除此之外呢 他其他的單位 火槍的話傷害也是特別高 攻擊力是17加4 21攻的火槍兵的傷害 那除此之外呢 伯恩帝好這個民兵革命一波流的一個戰術可以使用 那中天而言伯恩帝來說 算是一個比較多元化的文明 打法非常多變 我會怎麼單調 那主要呢 他的一個玩法也是 比較有變化性的 因為除了打這個馬上清裝騎兵 也可以打遊俠 而且他遊俠的馬舊科技也是減半 各個方面來說 都是非常省 欸這個紅色怎麼開搞啦 哇直接啦 山村直接來這個把野豬射掉嗎 這麼狠的 哇我才講到一半而已 怎麼突然開搞了 我想說畫面有點不太寧靜啊 沒想到紅番喔 開始 一開始就開始來搞MBL了 這邊是想要把MBL的野豬直接射掉 哇直接開搞 然後這邊直接採豬肉開吃的意思嗎 好這邊再下個模仿 直接吃他的果子跟豬肉 有沒有可能 直接把果子圍起來 好那搞的MBL 現在只有一隻豬可以吃而已 哇這個戰術有點少見喔 好那伯恩帝人到後期 還有這個伯恩帝葡桃園 那葡桃園的部分 可以在農田產生黃金 有點像是越南的 砍木頭石可以拿到黃金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伯恩帝人到了後期的話 其實還算是蠻 蠻有未來的 並不是到了後期就沒未來 哇這邊是不是有點失誤呢 差點撞CC 也不算失誤還行 那這邊三隻村民還要繼續開稿 我覺得可能有點困難了 因為KM時代沒辦法蓋這個箭塔 所以這三隻村民要做到點事情 是有點困難的 頂就是蓋蓋建築物稍微騷擾一下 但蓋蓋物的話又需要花費自己的資源 你看像木頭現在很缺喔 才二十幾而已 蓋了一棟房子就很困難了 這邊直接拿拳套開扁這個房子 傻眼 那MBL這邊也是直接拿拳套開拆木牆 要來直接吃果子 果子不能不吃喔 還是稍微解一下 這邊有拉個一村喔 來秀一下 上面的一個村民直接回頭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立陶宛的能力好了 立陶宛的長槍兵跟毛兵喔 這個打得破喔 這個會爆喔 會崩喔 爆了 長槍兵跟毛兵的一個移動速度特別快 這個還要再搞 太過分了吧 這個搞爽欸 他這邊再繼續尾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人是 熱血開稿 他這邊是一直填這個木牆的原因是 想要讓對手的一個空間 比較少一點喔 讓他比較難放肉到這個魔防裡 這個是一個細節 因為如果這邊只剩一個洞口 可以放肉的話 這邊很濃稠裡面卡住 我就不會動 好這邊點下一集 農直接黑暗時代開始撒田 哈哈 哇 MBL有點慘 但我覺得MBL其實可以直接來吃這頭豬肉 他並不用 直接開始尻這個木牆 其實吃豬肉 直接開吃也是沒關係的 大家可能怕被搞吧 怕被圍起來之類的 哇這個野豬就這樣一點點被浪費掉了 其實還有兩百多肉可以吃喔 但MBL沒有選擇去 去吃喔 這個野豬 好 那這一場看起來前期的一個騷擾就這樣子了 但是MBL已經選擇黑暗時代撒田 一級農點下應該是不至於到這麼虧了 還是可以稍微 獲取到一些肉 但是上時代時間可能會稍微數一下對手 那立陶宛一開始的肉類喔 還會增加150肉 所以前面的話他拉三村出來也不太會卡村喔 就是這個原因 通常你像他這樣子玩喔 一開始拉三村去開稿的話 你一定會斷村喔 你這個肉絕對是不夠的 那立陶宛的話有這個一開始150肉的開局優勢 所以打這個封建棒棒啊 或是黑暗兩棒棒三棒棒打法都很適合 那目前立陶宛的一個這個打法越來越少 通常還是比較會打一個極限上肉馬女喔 那打裝甲的話也是比較偏 偏向於家裡自己好位 可能會打一些特級戰術的時候才會打這個裝甲 那立陶宛他最大的特色是這個獵提斯 獵提斯是可以無視敵人的防禦力攻擊的 那立陶宛他這個單位呢 傷害還可以再提高喔 就是你只要沒撿一個聖物呢 到修道院裡面喔 就可以增加一點的騎兵傷害喔 騎士呢跟獵提斯喔 都會增加一點的傷害喔 非常的強大 那最多可以加到4攻喔 所以他有點nerf喔 就是讓他沒有這個三級的鍛造技術喔 沒有這個鑄鐵技術 後面的技術喔 所以他後期的一個長槍兵傷害還有步兵喔 是稍微薄弱一點的 但是他這個獵提斯跟騎士喔 只要撿到兩個聖物以上 那就會特別的強勢喔 所以立陶宛可以利用這個自己的機制喔 這個封建時候打矛兵跟槍兵喔 去做個地圖壓制喔 盡可能的喔 上到城堡時代 去撿聖物喔 拿到有死喔 會比較好一點 那立陶宛這個打法 可能會要直接打直層喔 這邊黃金樹也差不多喔 這邊要直層也沒問題 肉裂可能會少一點點喔 可能要看要不要撒個停 或直接靠市集買賣喔 這邊以上封建時代直接蓋下了4級跟自己的兵工廠 然後現在MBL 把自己家裡大爆圍喔 為一個最大最死的那種 他已經被弄到有點 懷疑人生了吧 就覺得有點煩喔 直接圍死喔 不要讓對手有帶有其他機會喔 去來騷擾他喔 那這邊MBL為了敲這些木牆啊 還有撒這些田的關係喔 所以讓他的經濟喔 有點慘 然後經濟現在只有4、6、4喔 少一隻野豬 然後黃金也不太夠 那對方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稍微做一個買賣喔 賣了100石頭 然後順利點下了這個城堡時代的升級 哇這個流程看起來還是蠻快速的喔 但那個前期開稿的感覺 我總覺得對方有點像韓國人的感覺 韓國人的手術都特別快 他剛剛這一系列的操作有這個味道在喔 那MBL選擇要來挖石頭 這邊是選擇了4個人挖嗎 還是1個人 4人挖然後其他人補黃金嗎 補木頭 那MBL這邊經濟配置調配 還是蠻注意的喔 這邊還直接補一個伐木場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想要到城堡時代喔 這邊再補一個TC就好了 TC加這個黃金喔 就直接這邊開挖 就不用再補這個伐木場 我的話就比較貪心一點 但這邊現在時代也太慘了吧 MBL現在還有30秒就到封建了 但是敵人只要在40秒就到城堡時代了 直接輸一個時代差喔 所以伯恩蒂這邊確實要圍死會比較好 MBL可能已經適到這一點喔 這一經濟有點爆炸了 如果要拿下這場比賽的話 一定要蓋這個大石牆喔 防守一下 他可能這邊第一時間會上大石牆 封建時代以上有可能 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挖石頭 通常一個人挖石就是要上石牆的意思 好這邊對手上以上城堡時代 直接蓋一個野BK 在左側的這個位置 攻擊製造所 那左邊這邊可能要趕快補石牆會比較好 但MBL這邊會補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上帝視角 如果我知道對方已經在外面蓋的話 我一定會補 但MBL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有可能不會補 這邊他也在很專心的點城堡時代喔 這邊還是買賣了一波 上去了 城堡時代 但是並沒有補下大石牆 而是補了一個料亂塔 那料亂塔的話就會有點尷尬 而且還不是高地的料亂塔 低地的喔 那如果對方投資車砸進來的話 很容易就直接砸破了 在這邊他好像要來招翔 我剛說到院了 要來招翔騎士、孫禮都可以了 這邊直接雙塔 嗯... 這樣守得住嗎 有點微妙耶 好,投資車繼續按 孫禮也出來 會補下血 MBL已經看到對手 在蓋一些軍營 要來按一些斗力了 好,那這邊 勝率有個細節喔 這邊通常只要放個一隻勝率就好了 然後其他勝率就可以去 可以開始去撿聖物了 那我在想立陶然 是不是想要打這個優勢喔 上層的優勢 然後先去打一個前壓 拖時間 然後去撿聖物的動作 或是直接勝率也不撿聖物 直接給他打一個直層 升頭戰術 也是有可能 好,那我們之前有影片有提到過 打這個料王塔 通常是兩到三台去打比較好 因為兩台的話 稍微修一下 還是可以砸掉的 三台來說會更輕鬆一點 兩台的話 遇到單料王塔 還是會扣醒 扣到可能會爆炸的速度 好,這邊還稍微上了高地 修投資車 很快 直接砸光 這就是為什麼投資車 兩到三台的時候 砸這個料王塔 是非常快速的 連修都不用修 直接就砸掉了 但MBL這邊還在努力爭取時間 也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還在騎一個塔 但這個塔感覺 其實沒什麼太大意義 我覺得就算了吧 這個只是要拖時間而已的 這邊可能還是要低調 這邊低調 待會就是要用這個自己的 提起去扛這個傷害 這邊弱馬器 數量挺多的 這邊直接招翔掉一隻 招翔掉兩個刺猴 哇靠 完全打不贏 三刺猴 直接碾壓 生鯉質 收掉了一隻而已啊 兩隻嗎 還是一直在 哇靠 這一波打起來 MBL實在是很虧 除了這些弱馬 但是沒有到了這個清騎兵的喔 就直接硬上了 有點太快了 好這邊用一隻 刺頭去收掉最後的老頭 家裡補下個BK 要來投車大戰了嗎 那通常有敵人這樣打 家裡經濟都會很慘 就是 對 一片狼藉 像這樣子 就是真的很慘 沒幾片田 然後全力挖金跟木頭 所以你要慘這個投車 那肉的話就是最小限度 三片農田 就可以穩定 五十肉 那更穩定的是到五片田 五片田的話會更穩定一些 那這邊可能需要補點肉 所以才去撒這個農田 不然其實立陶宛可以全部 產這個基因跟 木頭就可以了 他這邊產肉可能是要來出 這個長槍兵的關係 這邊投車砸得不錯 MBL 可能還可以再換到一台 一換二白票 算到了 一換三 哇靠 這個投車MVP 只一殺三個 好 近期兵一出來 但是有長槍兵 長槍兵捅個兩下 就直接殘血了 因為沒有品種 這個刺頭實在是很薄 薄皮嫩嘛 好 這個一換三投車 再度回頭 要來繼續做一個防守 這邊對手踢的位置不錯 踢到對方MBL 直接殘血 那MBL這邊斷金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修自己的投石車 那這邊斷金的話很慘 看要不要趕快出來直接開網 蓋個TC在這裡 挖黃金會比較好 好 但是目前如果再繼續這樣打下去 可能會有點難打 自己出肉馬打 雖然可以很輕鬆解掉生鋁 但是很害怕長槍兵 這個就是 生頭戰最難產的地方 哇這個投車 砸得不錯 打掉生鋁之外還砸掉這個投車 一換一 所以我之前有人說 這個 生頭長槍兵 戰術到底要怎麼打500 我給的建議就是 全部出 投車跟長槍兵就好了 投車拖時間 長槍兵直接上前 無腦開A 直接上去搓一搓就完事了 你長槍兵被找走也就算了 就是要用這個數量擰壓對手就可以了 但是目前以這個MBL 博文帝 他的經濟來說 現在是有點慘 那跟對方換的話可能是換不太贏 用投車互換 盡可能去秀操作 才有機會秀得贏 長槍兵到處跑了一下 家裡還是一片 微廟 農田很少 好 這台投車有機會出來嗎 應該可以 後面稍微秀一下 這時候MBL 開始補一下馬凱了 但是 平總還沒有點 哇 現在太窮了 平總好像點太困難了 喔不對阿 沒有平總 他想說等一下 他是博文帝 突然想說他是博文帝 所以才沒有平總 好 那沒有平總 也沒有升級輕騎兵 沒有輕騎兵的話 那肯定就是沒有資源 這邊 救贖師想好了 MBL的投車可能會被招搶走 直接往後拉 那投車的一個攻擊範圍 又又被縮小 這邊直接一刀砍死對方殘血的老頭 MBL 這邊微超還是做得不錯的 這兩台投車 持續給壓力 然後這時候 你就會說 哇這個 立陶宛怎麼這麼無腦 直接城堡 投車 全 全投車無腦開打 其實他這個打法也是不容易 因為他還有酷 他的生侶 還有投車 另外被對方投車直接換掉所有的投車 他的家裡也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這個資源分配跟發展 像這樣子其實木頭有點太遠了 這不可能要再補個伐木場 或是直接去補一個BK出來 會比較好 那現在木頭很吃緊的關係 光照投車就有點 風不依求 這個木頭 還有黃金喔 好 眼看這邊 BK可能要掉了 波根蒂這邊可能要再纏 投車車有點困難 除非在後面再蓋下一個BK喔 哇 直接拆掉兩百目 立陶宛這邊 站上了上風 這個TC可能也要不保了 好 數量來到了4頭車 新起兵沒有待產 波根蒂這邊的肉量明顯開始不足了 這邊想要利用投車去來砸一下 這邊第一時間去尻的是投車 但投車能砸掉嗎 肯定來不及 哇 果然生一滴血 殘血 哇 ABL這邊是不是沒救啦 怎麼突然量掉啦 然後這邊要被招 會被刀著嗎 直接生鋁開射 但是TC的血量很低 5頭車開閘 看是MBL現在用投車應對也沒辦法 對方已經會遭響了 怎麼辦呢 這邊MBL很努力的 用自己的肉碼去輸出 在這邊長王兵過來營救 這裡燒爛應該要宣告失敗 那目前立陶安這邊的村民樹稍微略低喔 只有35吋而已 MBL雖然TC要沒了 但村民樹現在是領先的 但這邊同時上市了這些大量的農田喔 有點虧阿 看這邊12片田喔 哇 一個田60 他這邊就少了720木 就知道這個經濟多傷 然後就被拆了逼跳 這邊至少損失1000木起跳 好 那MBL在後方 開下了TC喔 做防守 但他這個TC下的位置挺微妙的 我還以為他會下這種位置喔 在石頭阿跟木頭旁邊喔 他這邊直接下一個空地耶 空地然後直接蓋在路的旁邊吃路 挺有趣的 好 這邊MBL也轉出了一些騎士喔 要來砍這些村民 看起來不太好打 好投車出來 這邊要直接砸一個洞喔 好立陶宛這邊 村民樹一直卡村一直爽 這個沒有在去按村民耶 這個一直忘記喔 他忙著控兵 這就是我說的喔 他至少看起來雖然很無腦 但是要控兵的成分喔 偏大喔 很容易就會疏忽掉家裡的一個狀況 好這邊直接挖一個對方的野精 狠狠TC直接開這種位置 好 聖旅大軍走出來 總共現在有7隻聖旅了 哇一次可以招想7隻騎兵 威力就很猛了 好投車慢慢走過來 看到BK的位置 這邊第一時間要來招翔村民嗎 欸招到一村還不錯 直接斷50囉 好 MBL這邊主要還是要挖金礦 挖金礦 然後再去買資源 兩邊都是有點靠買賣在過生活 但是現在MBLTC又再被拆爆一個 這邊農田又要再釣了 但村民樹來到了快60村 那立陶宛這邊只有38村 那村民樹大約落差23村左右 兩邊村民都沒有非常多 那立陶宛這邊是更慘 雖然2TC開一下 但是村民樹還是不夠多 因為田不夠多 很容易斷村喔 TC有蓋跟沒蓋一樣 好這邊直接被燒到 投車過來要來解嗎 但下方越來越多 投車要過來集結囉 這邊高低劍塔是來拖時間的 但應該也是很快就被劍塔給解決掉了 因為劍塔的傷害 投車的傷害對劍塔很高喔 哇你看 直接半血了 減300滴 再來一發 收掉 哇 出來孫女直接開招 先招後放投車 然後開始招對方的孫女 招對方的村民 不是孫女 招到一村 這邊可以再繼續招翔 但投車沒有被招掉 直接被招走 這個BK會被招走嗎 孫女想要招 但沒機會還是被射死了 後方更多村民想要 直接做一個包夾動作 但投車的傷害很高 直接投死了三隻村民 帶來一村 既然刺頭沒有用 那我就用村民 帶來一次這種感覺 好村民的話就不怕長槍兵了 就比較耐打 投車被貼著打有點痛苦 但勝率現在都已經進入了CD狀態 想要再繼續招翔都要 還要再等個30秒起跳 好兩隻村過來 直接被投車給踢爆 啊 博文帝 MBL村民直接被反超 剩下四十四村 是不是要沒呼吸啦 TC也沒了 這是最後一個TC喔 好TC很努力的在做生村民的動作 但是後方 這邊沒有空好 打完一台投車沒有再繼續攻擊 可能這四村都要被招走了嗎 好這邊生鯉又出現失誤喔 直接全部集體招一隻 招相完之後 全部的生鯉全部進入CD 導致這三村沒辦法很順利的招走 哇該不會用這些村民真的要解掉這些投車了吧 哇那感覺這一波村民區塊好像沒有到很虧耶 而且右邊這邊還該下城堡 這個城堡在立陶宛城堡實在是 沒辦法解決掉的 一定要出衝車 但出衝車的成功率太低喔 很容易讓對方直接升到帝王 巨頭開丟的情況下 那這邊博文帝看起來是 慢慢偏穩 只要游動城堡之後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會再繼續被拆TC了 通常是這樣 這邊直接加一個高地堡 MBL這邊拉出了大量村民直接硬拆劍塔 遊戲時間來到快要40分鐘 但是MBL跟立陶宛兩邊 都是一個瘋狂開戰狀況 兩邊都沒有特別 這個情況下誰要是農了誰就死去了 通常是這樣 MBL順利的把箭塔給收了 下巴的箭塔也蓋起 PC這個射程是射不到的 好 家裡的田 對手居然沒有來 搶田耶 沒有來蓋TC喔 是我的話就想回去蓋一下TC 搶一下他的田 他可能覺得現在局勢還沒有穩定 然後現在又城堡了 有城堡之後 柏根蒂就可以出馬上清裝兵喔 馬上清裝兵 強大的地方就是地下特別痛 那他可以利用這個功能喔 去各處打遊擊戰騷擾 都很好 這邊長王兵直接送光 剩下一隻殘血 好 清裝奇兵直接後面開砍村民 效果很不錯 直接開囉 好 立陶宛的村民開始下降 哇很多都殘血了耶 都只差一刀程度 哇很可惜這一刀沒下去 但後方勝率已經過來支援了 好現在清裝兵絕對不能被找走 一被找走的話局勢可能又會再被翻轉 好結果被找到 最後還是被找到一隻 好那家裡這邊對手終於要來搬家了 把一些村民拉到下方來蓋TC 要來搶這些農田 這邊農田就價值大概 六百木頭了吧 完全不虧了 蓋這個TC 好烈提斯也出來 但是直接被找走 可憐啊 哇但是 立陶宛現在有三聖物喔 現在這個烈提斯加三攻 傷害蠻高的 但是兩傷清裝兵直接被找走 還有一隻勝率還沒收掉 有點可惜喔 好兩邊的一個狀況非常的膠著 MBL也沒有投降 想要一直打到底 他可能覺得前面被對方搞他有點不太爽 所以決定要跟對方硬打到底喔 不輕易投降 這是我自己猜測喔 不是他本人的立場 我要跟大家沈浸一下 避免我在造謠 原來有一些玩家 確實是這樣子喔 通常如果遇到高手 遇到這個情況 如果真的被弄到爆炸 就只會打GG了 就不會像這樣子一直狗下去喔 到處搬家一直弄喔 但是MBL可能也覺得 對手其實 會的招也就是前面那幾招 後期他可能覺得對手沒料 所以他就覺得有希望繼續打下去喔 這也是有可能的 好 那MBL 這邊61村 對上712村 村民數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但是目前軍事來說 MBL也比較有一個完整的防禦攻勢 跟能力了 先裝兵一出來之後 戰局稍微有了變化了 對手要好好抵抗的話 只能用自己的列提斯 或者是用這個森旅 去做一個招翔動作 出這個長槍兵也是可以喔 但是第一時間可能還是會被撈掉 因為他第一下傷害太高了 所以長槍兵的話 要打贏的話通常會非常大量 如果用55開的數量 去跟對方馬上輕裝兵換的話 還是有可能被解得一乾二淨喔 這邊三隻聖靈直接第一時間做招翔 直接再次逼退了MBL的一個騷擾進攻 這邊輪走技術也點下了 這邊工程系製造所 並沒有再產這個衝車喔 如果是我就會想要偷按個吉他 偷拆一下 然後對方列提斯就會出來 這邊投車想要來繼續拆 稍微一下 但是這邊後面有準備森柳 這邊就是在賭對方MBL 會派森柳來解自己來投車 就算他不派兵來解 自己也還可以爽爽輸出喔 這就是立陶宛的一個森頭技 這邊稍微做一下圍的動作 把家裡圍了一下 好MBL這邊稍微卡村 95人口直接卡住 這邊又要再轉輕騎兵喔 哇他這個轉法有點奇妙 好後面兩隻列提斯直接無雙開銅 統掉兩隻村民 第三隻也統掉 三下就可以打死一隻村民 傷害太高了 差一點差一點 MBL看到後方有列提斯 直接拉了一隻 列提斯跟生女怪防守 直接找到一村 那家裡的部分農田 還是直接開始被中了 這個田沒有低掉一定可惜 但MBL可能也沒有時間去低了 現在太多地方在開戰 前後方也在防守 家裡的農田不低 所以也沒這個手速去低了 大農田還有9片可以低喔 這不低農田的話就會被幹走 有點可惜 但這邊奇農兵也一直按 人口已經來到100人口大關 跟蹤技術點下輪斗技術 其實MBL經濟越來越好了 但二級農二級木還沒有點 是比較尷尬的一個細節 好 這邊列提斯在燒了 但現在要忙著升級的 並不是經濟科技 而是軍事 現在軍事要硬起來 才有可能重衝對手 這邊馬上輕鬆騎兵 吐了一些村民 好 這邊蓋TC直接被抓包 哇 這邊大量村民直接原地被砍爆 但還好 這裡面最後還有10隻村民直接生還 下方有更多生女過來 但是第一時間被抓包沒有看好 一桃園這波失誤有點大 直接把送女送的差不多 但是列提斯他也不甘失落 努力的拿出自己的長項 去痛擊MBL是村民 目前兩邊都在你插我插的一個狀況 各種不同 互相傷害 好 這邊終於要來個動作 MBL挖了一些石頭 開始要來前壓建築了 這邊城堡蓋起來的話 黃金的話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蓋的位置好像是相對保守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可能是 要來穩定才能馬上輕鬆騎兵 而選擇的位置 好 但是立陶宛這邊 第一時間已經上到了帝王十代 那MBL離隊王十代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黃金上有點不太夠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點帝王 這邊帝王要稍微補一下嗎 還是直接 靠買賣上去呢 這邊打個一發 兩發頭車直接沒了 左邊的鐵絲稍微擋一下 好 這邊城堡中午要蓋好 蓋得有點久 好 這邊清騎兵 砍個一波 雖然民術還是比較明顯拉開 目前的力量是4TC開挪 村民術拉起來速度非常快 那MBL只有雙TC的關係 限制上就差距蠻多 但目前來說 MBL經濟算偏差 但軍力是好的 如果能用這波軍力換到更多村民的話 我覺得還有機會可以打 那目前可能要再爭取一下時間 畢竟這邊已經放棄上帝王十代了 這邊把所有的肉跟黃金轉成資源 跟兵力 這邊兵力直接硬上感覺有擊潰的 但這邊對手也不是時速 直接點下作動傳承變升級 一級的步兵環玉也點下了 好 這邊確實就打到一些村民 而且這個箭塔也架起來了 但是上面沒有任何的礦區 這個箭塔只是為了鎖TC用的 TC附近農田 這波還在打 但是村民宿還在100村左右徘徊 但第一時間到地龍時代了 地桃園已經兩巨頭開拆下方城堡 城堡能守住嗎 感覺有點機會 但兩台巨頭時機都爆了 就足夠時間可以來修理了 好 這邊TC頭車沒有在炸 好 這邊TC頭車沒有在炸 哇 MBL到了這個時候 還能繼續狗也是很不容易耶 好 這邊直接看到家裡被侵占了一堆農田 直接開繞一波 直接算金倒了五隻村民 死傷還在繼續增加當中 好 這一波村民宿稍微拉近了一點 81村對86村不能再多 好 禍風的一個騷擾 感覺是到此為止了 在這波進攻 確實傷到立陶宛的一些肉的經濟 肉的其實不太好 肉的產量非常吃緊 好 這邊 直接TC下 開繞村民 村民宿越來越接近 85村打88村 OK 然後87村了 很多 哇 反超了 87村 反超 83村 村民宿 撈了非常多 這裡 大量伐木工直接倒地 哇 立陶宛這邊越打 經濟越慘 長槍兵就算出來好像也很難打 好 終於收掉家裡的一個 馬上輕裝騎兵的一個攻擊 下方這邊又被撈個一波 實在是有點慘重 好 這邊用自己的能力特性喔 好 燒掉了一些長槍兵 喔 現在馬上輕裝騎兵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現在有21隻正面 總數有31隻 NBL感覺慢慢站上了上風 村民反超了很多 92村打73村 雖然時代上還是輸了一些 但經濟上慢慢穩定的下來 哇 這個就是手術差距嗎 立陶宛前期打得這麼好 但是到這個時間點好像有點慘了 這邊立陶宛專心的在攻擊城堡的部分 下方有大量擊兵駐守 沒有機會空隙可以去拆拆托斯基 讓這邊黃金礦可能要斷金囉 後方清理兵再繞一波 正面加力也是 好 右方的城堡終於掉了 第二桌城堡也開始被投 但是這邊距離托斯基 直接被馬上輕裝兵給拆了 稍微解掉立陶宛的攻勢 MBL還有希望 上方這邊多線操作還在進行持續當中 下方這邊只剩下四隻穿 沒有繼續補 但是對手已經有大擊兵了 馬上輕裝兵被捅到有40點痛 哇 這到處都是R6 好 這邊疾兵直接過來戳掛 哇 這邊疾兵有點難搞 但這邊又沒有巨型投石機 立陶宛攻城速度又更慢了一點 MBL會怎麼打呢 繼續農 這邊稍微用生旅補下血 好 進行兵再砍一下 哇 一直想要騷擾 超級兵已經反超了快到30春 支持10春了 二級色補下 稍微提升一下城堡跟TC的傷害 要來對抗這些級兵效果是很好的 或是第一按出一些戰毛兵也是不錯的 好 這邊開始在補射箭場 看來要轉戰毛了 好 這邊開一個新的TC 結果被抓包 下方這邊趕快收穿 但MBL第一時間沒有收穿 可能在忙別的地方 上方在拆對方TC 這邊直接ALL IN 軍力一波 衝車第一時間沒有撞到TC 這邊想要跑跑 但是馬上被這個輕鬆兵出來想要包走 上方衝車開始在拆的情況下 要怎麼全力防守呢 然後趕快把下方的級兵全部拿過來防會比較好 馬上心中變得傷害很高 直接撈一撈 級兵就直接爆血 用人海戰術的攻勢 直接吃掉這些級兵 好TC拆了一個 準備來第二個 現在就是骨牌效應 一個TC 一個倒 好這邊收穿 直衣穿 哇這邊也被抓包 好這邊衝車 撞得掉嗎 感覺有機會 對 急兵再度吃光 衝車被打掉一台後面衝車有在補嗎 沒有補了 這邊看來要直接 三衝車直接硬拆了 急兵出來 喔非常大量 這邊可能要決戰了 喔這邊不敢打正面 退一下退一下 67吋打102吋 勃根蒂這邊機會很大 哇MBL快要逆轉勝囉 再過幾分鐘我覺得就有機會了 現在戰毛兵又出來了 而且勃根蒂好三級色 戰毛兵打這些級兵效果也是很不錯的 而且對方村民處明顯落後很多 經濟也很慘 巨型頭實際也慘不太出來了 伯恩第一上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還可以再考慮直接革命一波流 對方急兵也會直接瞬間被殲滅 這要有三級訪 三級攻點下之後 伯恩第一一波革命流 是可以直接全部吃死的 T4也可以直接手勢也沒問題 好這邊直接打一個會戰 前面輕鬆騎兵直接開打 但是這邊吃了一些傷害直接往後拉 戰毛兵也跟著往後 這邊還是沒有硬打的意思 下方這邊繼續騷擾 對手的騷擾也是很努力 這邊清洗兵再過來砍個一波 到處再著火 下方村民要去伐木也被抓爆 這邊還有列體系做個騷擾 好正面部分衝車到了前方 但是不敢直接硬上 後方的馬上輕鬆兵直接追了上去 這邊應該是也要先去優先騷擾村民才對 戰毛兵後面偷打 欸戰毛兵控一下控一下 OK戰毛兵先開始點射 他們第一個目標是把這個衝車給解決掉 OK好 終於有彈到血了 毛兵就不會這麼歪了 後方還有清洗兵 到處都在打燒喔 MBL這場逆轉勝打得非常艱辛 但是打得非常不錯感覺 感覺 好像可以欸 這邊好像是去慘衝車嗎 還是要上帝王 哇我有點看不太懂 如果是高手會怎麼打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上帝王 但上帝王的話這邊兵力就不夠了 喔兵力不夠的話又不能給到壓力喔 這就是一個取捨的問題喔 像我的話我就會做這個傻事喔 就直接想要純肉上帝王 但這邊好像真的一直出兵 繼續給壓力會更好 因為你現在毛兵一出來 對方擊兵不敢上 你的馬上其中兵就可以無限的喔 去無雙喔 去打這個TC阿 或者是直接 TC下砍村民喔 都可以喔 只要在毛兵炸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這樣打 而且現在又有彈到血了 射的又很準 好這邊稍微做拉打 欸這波直接決戰了嗎 這一波進攻 後方有大量輕 輕裝擊兵過來 但是擊兵傷害很高 但燕翁地下傷害 他還是打倒非常多的騎兵 後方擊兵還是繼續被戰狼兵給收掉 雖然只剩下少量的馬上輕裝兵 但是還是足以去做一個騷擾 好這邊戰狼兵直接稱霸戰場 已經沒有了對手 對方擊兵的數量也再不是威脅 但對手也是努力的在弄 哇 戰狼武裝 這邊直接打到黃金處的村民 村民處再次下降到七十幾村 村民處不滿八十七村 真的是不能再多了 完蛋了 立陶宛可能要大難領頭 城堡打帝王時代 下克上時代的對決 MBL要做到了嗎 三級木二級農點下 哇真的沒有要上帝王 開農開農 邊農邊出兵 對方列提斯已經有三個生物 攻擊力十三加四 傷害其實很高 但是並沒有太多的資源可以出列提斯 現在按一隻列提斯都是要他命的 因為按一隻就可能會斷村 但不按的會有打不贏 但這個列提斯連三放也沒有 被這個毛病打到還是會摳一點點血 但也沒有關係 這邊做一個連動傷害非常高 這一波可以稍微解掉 好這邊持續想要封鎖對手金礦 這邊立陶宛已經開始缺金了 黃金歸零 零人挖金 但MBL也是 兩邊都是沒有金礦的狀況 但這邊戰毛兵直接無形開丟 TC下村民也開始在做一個輸出了 這邊立陶宛受不了 打出了拒絕 哇 村民只剩55村太慘了 但其實立陶宛也是有一隻在騷2樓 MBL家裡 但MBL家裡一直守得很好 這個修道院蠻關鍵的 一直有鮮魚在這邊束手 他來一隻就招一隻 然後如果他來直接打鮮魚 就可以直接跑到裡面了 然後在收村打這些起兵單位 立陶宛這邊的攻勢感覺 他有點 雖然我知道用級兵打馬上騎裝兵是可以 但是數量不夠多也是很難打 我不確定耶 立陶宛這邊要打什麼兵比較好 打列提斯的話 我也不確定能不能打贏 馬上騎裝騎兵 因為這個造價來說 列提斯有點貴 但如果轉出 看到對方MBL轉出戰毛病的話 勢必要轉出列提斯會比較好 那總統以上的一些觀點看起來 博更蒂 MBL這邊是 憑著自己的反應力跟多線操控 打贏了這場比賽 那立陶宛這邊稍微不足的地方 是自己家裡的正中心 沒有補下更多城堡 沒有太機翼的去挖石頭 所以導致自己的一個經濟 被燒的有點慘 如果他在這邊差很多城堡 然後或者是在這邊差很多城堡 或許立陶宛不會被燒的這麼慘 那博更蒂地 MBL這邊也只能用自己的輕裝起命 努力的去打 可能只能打後方的 就不能一直打正命 那正命這麼多田 直接被拋棄到之後 立陶宛的經濟著實有點傷到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好這邊MBL經濟有點不錯 木頭跟食物都是領先 黃金稍微差了一點 但石頭上明顯的是 比立陶宛多了1000 多了一棟城堡出來 甚至快兩棟 那果然是城堡上的一個細節差距 但生物上來說他產了2900黃金 總體而言 立陶宛前期進攻來說打的是非常好的 但是後期來說他有點偏太濃了 4TC一濃下去導致很容易沒兵 這個就有點像是我在玩 就會一直堅持不斷村 然後一直狂出村民 卻不出兵力 但是MBL這邊是注重出兵力跟村民的持續發展 雙TC補下一直不斷村之外 兵力也是慢慢的補起來 也不是一次補到底的 這就是我們一般玩家 跟頂尖高手的思維 好去細算這些資源的掌控 相當的精彩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掰掰